oh you 晚上好 晚上好 许久不见 也没有很久 但是 昨天还有前天没有来 所以就 天呐 今天给大家 唱了一首我没有唱过的歌 阿九好点了吧 我好多了 我的嗓子这是前段时间 录歌那天 是因为我录歌 我喜欢在深夜里录歌 因为很安定那样子 然后就 对 两天了 是 我来查一下我自己的直播间 两天了 ok 好 那么我看看 等到 八点零五分的时候 然后呢 给大家 唱歌 在此之前 我需要把我的 房间的窗户关上 他很吵 等我一下 我 我的天我房间里面都是一种 比较这种中药的味道 因为我妈妈她给我做了中药 刚刚还给我切了水果 天呐 这日子过的 简直 好 那么还有两分钟 我们就 在此之前 让我听一下这个伴奏吧 可以 嗯 今天会吵 什么歌 不会唱我看看 嗯 一首英文歌 一首我自己的歌 还有一首 中文歌 对 哇这个嗓子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沙哑 但是 没有什么大碍 哎哼哼 好 阿众好像好很多了好多 就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咖嗽的 我觉得此时此刻我可以唱歌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Lightning strikes every time she moves And everybody's watching her But she's looking a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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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ning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Lightning Strikes every time she moves And everybody's watching her But she's looking a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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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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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e that you oh 就是绝了这首歌是一首电子的音音 然后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她的那个歌词 然后再加上她这个神力很喜欢 所以我还是来试了一下 但是我感觉嗯并没有很带感呢 啊天呐 好吧再来唱一首自己的歌吧 嗯 看看哦 你们想不想替死肥莉莉这首歌 虽然我自己单人唱的话会很很很累很累 但是没关系可以试试就是 应该不会 烦 看一下 but everybody's watching her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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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嗯嗯嗯嗯 有时美好的一天 解开锁饼撩片 有时同样的计划不曾改变 不想去酒节 今天要去那边 连接上路线 每张要冲上一张片 微波 关闭站 全部刷一遍 泡沫去新的发 你都看一遍 是泡沫 或是书片 不管怎么的 配飞的就是这样的 因为啊卡了吗 那怎么办 卡了吗那再来一遍吧 为什么会卡呀真奇怪 我的电脑没有卡 啊 啊 啊 有时美好的一天 解开锁饼撩片 有时同样的计划不曾改变 不想去酒节 今天要去那边 连接上路线 被转要冲了一整天 微波 狂闭站 全部刷一遍 泡沫 决心的翻 也都看一遍 吃泡面 或是书片 不管怎么的 配飞的就是这样 因为 不想写作业 我不想去写作业 一课是谁课 一课我 只想打条写一大课 我不想去工作 罗兰全部就会收获 只想看了这么多烂 只想吃鸡 让你再送饭 我不想谈恋爱 总为我的小麦可爱 孩子就说我是肥子配 还不停注意未来 我不想当线丑 一点都不爱运动 我只想一直宅 只想当个死肥宅 石头 可我真的真的真的不爱运动 原来 还是我 没办法许你 是你真的令我心动 他们说什么都没什么资源不多 快回归现实 完成别人命令的要求 oh no no i don't want to be the same as you 选择个机器画的方式去感受 这个人生 爱团我不懂飞在真的没有 动体力 as you can see 痛 是痛 可我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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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爱运动 家爱 还是我 没办法许你时间真的令我心动 哼 胖 石头 可你真的真的真的不爱运动 好那么我们再唱一首我的歌吧 我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好 我感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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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这里 嗯 妈呀妈呀 啊 啊 昏暗灯光下的纷尘 遮住眼角的习惯 走着双肩扭曲笑声 努力渲染着气氛 要一起是满足众人 从今晨隘到黄昏 在不负中取暗灰痕 换解了谁的郁闷 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在眼前借借着身 你有没有所谓梦想 在某个角落沉沦 会以为不是本身 躺上过了不知几层 太傻偷偷我泪淡的个年轻人 天朝忽然大笑 想嘲讽他的愚笨 和铃鱼我一个眼神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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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自由的眼 握着被操控人生 红着眼圈那个动人 嫉妒起谁的天真 他一瓶昂贵的香槟 听海童话的迷吻 他在工具巷上属着 被弄装掩盖的年轮 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在眼前拒绝战胜 你有没有所谓梦想 在某个角落成了 回味故事本身 当生过来不知己疼 台下偷偷破雷的那个年轻人 肩上后人的笑 想嘲讽他的鱼本 的鱼与我一个眼神 嗯 独自拼为伤害的老人 踩上破碎的高潮 带着剪尾的 啊 别丧失度加深 我要伸出是困难 你也该就说那个人 啊 嗯嗯嗯 青黑童话的迷吻 原来我才是故事中 该被走输的那个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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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首歌 红色 红色高跟鞋 咳咳咳咳 咳咳咳咳 该怎么去形容 你最贴切 拿什么给你做 比较才算 特别 对你的感觉 强烈 却要不太了解 只凭直接 你像我在 被子里的束缚 却又像风 充满 不住 像手腕上 他的 小水尾 像还不须手的 啊 红色高跟鞋 啊 啊 该怎么去形容 你最贴切 拿什么给你做 比较才算 特别 你最贴切 对你的感觉 挑战 却又不太了解 只凭直接 你像我在 被子里的束缚 却又像风 充满 不住 像手腕上 在 他的 小水尾 他还不须手的 啊 红色高跟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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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了在 被子里的束缚 却又像风 穿过 不住 像手腕上 大灯 像水尾 小孩也不须手的 啊 我爱你有种 可怠 我所冲突 疯狂却 没有 对目 你能否让我 停止 这种追逐 就这么说最后 哦 不算了跟谁 不算了跟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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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那么我们今天 一开始的唱歌时间就已经到此结束 我看看现在 八点二十到八点八十话题时间 哎跟你们聊聊天吧 跟你们聊聊天 然后 我今天嗓子怎么说还行 但是也还是有点沙哑就是 今天 给你们找一下我就是前天做的梦吧 前天做的梦我来把这个 幻想关掉 然后把我们的 哎呦喂背景音乐拿出来 你想我在 很难以为自己的束缚 却又像风 锁门不住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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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我们来 对说一下啊 这个我的 啊 昨天前天做梦的故事吧 对我们用毛毛的歌当作 背景音 是这样的 我做了个梦 就是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 对方长什么样子了 但是是一个非常 上女心的梦吧那种感觉 就是梦里面 遇到个男生然后那个男生 他是好像是那种先追我吧那种感觉 然后反正就 然后后来我怎么好像是去 他们家的小区找他玩 然后呢他下来的时候 见到我就很开心那样子 反正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 完完全全是我超级 喜欢的那种类型 对没错哎呀我最近 真的很奇怪我就做这种奇奇怪怪的 梦前段时间 还又做了就是哎我也 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种奇怪的梦 然后反正 还有就是做梦就是在做小岛 就是我这段时间 不是还在玩那个东森吗 然后就对 梦里都在见小岛那样子 怕不是 无雷没有没有 居然不是无雷 你敢信 春心萌动笑死我妈妈 我跟我妈妈说的时候 我妈妈也是这么说的 她说你这是春心萌动了吧 怎么天天做这种奇怪的梦 我也觉得很奇怪 就就很莫名其妙 对然后就是 我最近比较有 有点想跟你们说的事情吧 别的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最近我在玩洞森的时候把我的小岛 建成了一个 就是想建成那种 就是百变小鹰里面那种 你知道有那种 什么有坡路啊 然后那种马路 然后小鹰就是穿着滑冰鞋 然后在上面滑的那条路 就想做那种 小岛 就很好看 对 为什么这么多柠檬啊 啊 应该恋爱了 这个东西急不得呀 这个 而且我现在也没什么 怎么说 精力和时间去谈恋爱 我觉得 就 平时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忙的事情 但是 谈恋爱和花时间吧 反正我觉得 对 你们放心 我这个还早 只是 做了这么样一个奇 奇妙的梦 对 就是 很奇妙 真的很奇妙 你说不上 什么感觉 你就是很喜欢这个人 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这很奇妙的梦 对 你们怎么都在发柠檬 我都不知道应该 说什么 你们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我来回答 回答你们 因为微博上之前发的那条 那个微博 已经都好像差不多翻了 然后你们想跟我说的话 那一段 我认为都是想 说就是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 去看的 对 最近应该会有喜欢的人了 啊 我吗 在哪里 我也想找一个 没有呀 我只要是 你们知道吗 有的时候你 一旦你的 圈子定下来了 就是你的 像我现在不是也毕业了吗 我也没有就是说 新的什么 渠道 然后去认识新的人了 然后我认识的 现在的人 身边的人 都是很认识很久的朋友了 所以就 对 就我觉得 很难 很难 就是说 遇到喜欢的人了 我现在这种情况 因为圈子都定下来了 你一旦 就是没有了 新的 圈子 或者新的去 那个 社交的渠道的话 那么你就 对吧 也没有办法 我也不是很着急 说实话 我只是梦到 这种很甜的梦 觉得很 很奇妙 但是我也不着急 你们有什么 要问我的吗 种菌 会和某个粉丝 成为朋友吗 什么意思 我觉得 粉丝对我来说 就是朋友啊 就是跟你们 相处 对我的感觉就是 也不是说 所有的粉丝 都是朋友 因为 所有的粉丝 就有一些粉丝 可能真的就 是路人那种 我也没有办法 跟他们接触到 去做朋友 我说 那种朋友的感觉 可能就是说 像 比如说慢点的时候 你们来看我 我跟你们的相处方式 就像是 见到朋友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个 这个不好说 你不能说说 会不会跟某个粉丝 做朋友 或者是干嘛 我觉得对我来说 你们就都是朋友 那样子 只要就是 见面了 然后相处了 就是会用 跟朋友一样的 相处方式 去跟你们相处 那样子 我没有谈过恋爱 我要是谈过恋爱 我还需要 做这种奇妙的梦吗 怎么说呢 我对恋爱 这件事情呢 以前之前 有一段时间 还特别的期待 现在也没有说 不期待 只是没有那么 你知道 就是 随缘吧 可能也是因为 我最近都没有 看那个小天文了 然后 对 就感觉还好 我现在没有追翻 如果有人对你表白了 怎么办 啊 对我表白 那我应该 要是没有别的感 感觉的话 我应该会委婉的拒绝 对 那不然还能怎么办 啊 之前也有人 就是安利 我去看那个 灰夜鸡大小姐 好多朋友 都让我去看看 我还没有看过 对 我不会 发好人卡 我就只会 好人卡 就是说 你是个好人 那种 我应该不会 发好人卡 我只会直接的 就说 谢谢喜欢 那样子 对 但是我现在 只喜欢无雷 对我会用这种理由来拒绝 如果是刚好 要是我也喜欢这方的话 那我肯定 肯定就 好吧 走走走 回家 回家 绝了 好伤人 这样伤人吗 那么 有时间再想一想 怎么 怎么 怎么拒绝会不爽人吧 不 我现在想 那个也没有什么用 都不怎么出门 我看看 是不是快到背单词的时间 不伤人 伤心 这没有办法 这个 对吧 你不能说 你不喜欢人家 还要去耽误人家 这个 不好 对 对 对 要到背单词的时间了 朋友们 你什么时候 你们想 这个月某一天吧 现在才17号呢 别着急 等我这几天 有时间的时候 我再去重温一下 那个翻 然后让我感受一下 我喜欢的这位角色 千叶 然后呢 我再去cost 他可能会 更加的 对 好一点 等等我 反正这个月 会去发 这个照片的 好 我们背单词的时间到了 快速的背五个单词 然后呢 然后呢 就继续跟你们唱唱歌 啥了吧 就 现在在播的是 毛不易的 像我这样 的人 你还见过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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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这样 无弹的人 像我只能 总之 昨天没有直播 他今天才回来 好 我们开始 今天的五个单词了 哦 看看 好 这第一个 第一个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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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e-n-t-i-o-n prevention prevention 然后它是一个 noun 意思是 预防 防止 的意思 prevention 对 终于啊 我的嗓子 为什么一直都有点 牙牙的 哇 嗯 对 第一个 就是prevention 然后 我看看 overwhelm 也不错 这个单词 overwhelm o v e r w h e l m overwhe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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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 verb 然后意思是 征服 制服 难以承受的 overwhelm 对,对对对 。 对对对对 扇寻求过 你在角落 穿着苦澀的歌 然后 第三个 I-N-H-A-L-E I-N-H-A-L-E 它是一个verb 意思是吸入 烟啊什么的 吸入什么的 对 守着我的善良 随着我成长 灵魂不在 无处安放 我看看啊 刚刚是第几个 第三个 那么我们的第四个单词 应该是 Affordable 这个也不错 Affordable A F F O R D A B L E Affordable 它是一个 Adjective 然后是 付得起 买得起 的意思 对 上课时间 可以唱歌吗 不可以 我已经 可以 待会把我自己罚站 好吗 不好意思 好 然后 Quote 这个单词 我觉得 反正我们 上英文课 经常会用到 Quote 就是我们在学 那个Shakespeare的时候 就经常会用到 Quote Q U O T E Quote 它是一个verb 意思是引用 援引的意思 Quote 对 好 那么我们学到 今天五个单词是 第一个 Prevention Noun 防止 预防 Overwhelm Verb 征服 制服 难以承受 第三个 Inhale Verb 吸入 口号 咽 等 第四个 Affordable Affordable 它是一个 Adjective 是付得起 买得起 的意思 Affordable Affordable 然后第五个是 Quote Quote 它是 Verb 引用 援引 的意思 OK 那么今天的单词 就到这里 Afford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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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有时间 我给大家 看看 现在几点钟 八点半 学习时间那么长 一直到八点五十呢 我天 然后因为前几天 我不是跟大家 一直都在唱歌吗 所以就 没有什么 机会跟你们 聊天那样子 今天就聊聊天吧 聊聊天 你们还有什么想要 问我的吗 就是用那种聊天的方式 你们问我 然后我随机看到了你们 就来回答一下那样子 随便聊一聊啥的 随便聊一聊啥的 哦 还有一点事情 就是 我这个直播 估计 在直播 那些十日 我就 不直播了 然后 对 大家就 彼此珍惜一下 现在的时间吧 总终 你紧张的时候 有什么办法 冷静下来 我紧张的时候啊 我想想 我紧张的时候就 嗯 嗯 会深呼吸吧 然后 就会自己唱唱 唱唱歌 转移一下注意力 然后让心 太平稳点那种 对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我不适合直播 因为我觉得 怎么说呢 真的我不太适合直播 你们不觉得吗 就很 谁直播 对吧 跟大家一起背单词 就真的很 嗯 我觉得 反正我是不太适合 所以 就 对 大家珍惜一下 这段时间吧 蒋军不想学习的时候怎么办 我觉得 学习这件事情 你比如说你要写作业 或者是干嘛 你一定要让自己 静下来的时候 再去做这件事情 你没有办法心境的话 那就先让 先把你让你不心境的东西 给他处理掉 你再 安心的去做这件事情 就比如说我之前在 写论文的时候 我就不想写 我总想干这个干那个 比如说我会想 就说 有首歌想录 那我就会把它录完 然后我就安心的写我的论文 对 是这种 哈哈哈 平时有什么令我抓狂的瞬间 抓狂的瞬间 比如说山君 他把什么东西打翻了 我会很抓狂 或者就是说 哇 说起来 你知道山君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就非常的 非常的那种 就是 爱叫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发情祈祷了 是 是发情祈祷了吗 因为 看他的那个健康卡上面写的是 五月份的时候 带他去绝育那样子 但是这发情也太糟了吧 反正最近就喜欢 叫 然后就感觉真的像一只 老猫一样 天天 喵 喵 喵 那样子叫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觉得 哦 你有什么好叫的 奇妙 对 阿种怎样记笔记 可以快一点呢 是这样的 我记笔记的话 我会 在听课的时候 记一份 然后回家的时候 整理笔记 再重新整理一份 就是 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有时候讲得很快 对吧 那你跟不上 你不可能说 你自己写的又好看 然后又能跟得上 老师的速度 这不可能的 所以你就一开始在 课堂上的时候 就拿草高指挥的人啥 把你的那个 就是 知识点给记下来 一边一边听 一边记那样子 然后等到你回家的时候 然后你再把那些重要的东西 腾到本子上 或者是纸上面那样子 腾 对 就是写到 复制到 另外一张新的纸上面那样子 对 我发现我最近 就回过之后 我说话有点口音了 又像东北的口音 又不知道从哪来的口音 而且还就 口齿真的有点越发的不清楚了 哎 妈呀 我想想 对 反正你们就是这个写笔记的话 技巧就是 我是觉得 自己拿那个 就是草高指在课堂上的时候记 然后回家自己再抄一份 如果你像我一样 就是比较喜欢那种看色彩的 就是通过色彩来记忆的那种 那么你就可以就是说 换颜色的笔 然后记不同的重点那种感觉 对 我是喜欢用色彩来分辨那样子 对 君君平时怎么划分时间呀 我没有划分过时间 我 我现在也很需要这个技能点 真的 就是合理的安排时间真的很重要 我还不太行 我 哎 你不直播我都不想写作业 啊 作业还是要写的 而且你看我这里 这边跟你们讲话 你们还在写作业 会不会打扰到你们 吴磊跟你表白你会干啥 吴磊首先不可能跟我表白 但是 如果要是表白了的话 那我 我想想 那我肯定就很开心啊 那肯定就点头了呀 哈哈 当然不会 笑死 嗯 麦当劳还是肯德基 两个多好吃 但是他们两个好吃的点不一样 比如说 我是很喜欢吃麦当劳的汉堡 但是肯德基的汉堡 我就没有特别喜欢 因为我觉得 嗯 里面有点太油了 就是他的那个鸡肉太油了 然后 但是 肯德基的薯条 我觉得很好吃 就比麦当劳的要好一点 但是最好吃的薯条 当然还是 Burger King里面的 那个 汉堡王里面的 对 薯条最好吃 就 每一个都有不同的 自己好吃的东西 那样子 我 先排除直播的干扰 所以把直播看完还行 那你们这就 这个时间 对吧 一般我刚刚说的这种方式是什么 就是说你真的很无法自控的时候 你就只能这么样做 如果你是个很会自控的一个孩子的话 你就不需要就是说 啊非得要等到把这个事情 做完然后才能做别的事情 没有 就所以我是觉得 自控的人真的很厉害的 对 就是说真的就是说 我觉得我 需要冷静下来写作业了 他们真的去写了 真的就很厉害 佩服啊 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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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三明治是好吃的 我很喜欢 吃他们的里面有一种酱 很甜 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酱 很好吃 阿种感觉声音有点点小啊 啊 小吗 小吗 啥时候靠四季 我 靠四季这个工程有点大 我还得要去自己做衣服 有点难啊 不是烧烤酱 是那种 嗯 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 反正在国外 它好像是叫那个什么 sweet and sour 然后 是 它有一种 黄色的 那种 那个叫什么酱啊 我也不知道 真的好好吃啊 反正 对 也不是沙拉酱 阿种比较喜欢中文歌还是英文歌 只要是好听的歌我都喜欢 跟语 语言没有太大的那个 对 当然 歌词也有 都会 这个不好说你要看吧 就 为啥整句英语这么棒 因为我以前一直都在说英文啊 在外面都要说英文啊 直播到我们开学好不好 嗯 开学 你们什么时候开学啊 开学应该也快了吧 希望你能唱粤语歌 我之前不是唱的粤粤文吗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 造傻爱着 那个 some lady fing you day we got 那首歌 啊野狼disco 对对对对 我当时不是也唱了吗 那唱的也不是很标准 我的粤语不行 几天后就开学了啊 那要加油哦 我的日语完全就是读那个罗马音啊 我不会日文 而且我的日文 都是从看动漫那里学来的 包括我的韩文也是 我的韩文也是看那个韩国偶像剧学来的 啊我声音好听吗真的吗 其实我自己听我的声音就是感觉你知道比较像 就你们知道你自己说出来的声音和你听到的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我自己听我说话的声音其实就 比较偏向于那种男性的感觉我是这么觉得 就在我的我的就是感觉里面是这种 然后 对哎 反正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们要是喜欢的我当然开心了 自己没点说 哈哈哈哈 唱首歌吧好呀 我们等到8点50的时候就唱歌了呢 怎么认识兔兔的我们是私聊认识的 真的就是我 你又在低调做人了什么鬼 哈哈哈哎呦 录完录音听自己的声音哎呦我去 这是谁的声音笑死了 哎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说话 你们知道发语音的时候大家发语音不都是正常的说话了吗 我发语音我会先 先就是深吸一口气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我自己每次也会听一下我自己的语音 然后我一听就说就会自己的想哎呀为什么我说话之前都要吸一口气啊好奇怪啊 是怎么我不吸气我不能说话吗 这很奇怪 国外学校好玩吗 嗯 怎么说呢 还行 上学至少比天天待在家里要有趣我是这么认为的 而且你在学校里面总会有 发生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好玩的事情 对 就像哪怕其实我觉得 学习的学习很累啊或者是干嘛 上完课我们大家也有课的课间时间嘛 无论是世界哪里对吧 上学你肯定上上课结束以后都有课间时间 然后你和你的朋友在一起玩呢干嘛的 对吧就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啊 所以我觉得 上学好呀上学庙 上学好呀上学庙 上学真是 呱呱叫 顶呱呱叫 还是怎么说 可以讲一件特别难忘的事情吗 对我来说难忘的事情哇我这我这个人的记性真的不太好 你要让我进来某一首我真的说不出来 现在时差倒过来了没没有 我现在的时差还是乱着的 我对你难忘的事情 去年让我比较难忘的就是跟就是兔兔早上四五点吧 把我们给拽起来 然后呢我们去爬那个山 那个叫什么清晨山嘛 我的妈呀 那个山爬的我真的 最好笑的是一开始我们 哎呦兔兔把我们就是拉着去爬山嘛 后来 因为我想赶紧爬到顶上 我就就努力的往上爬 爬了好远后来转头一看兔兔都没影了 在后面 但是兔子蛮能坚持的 就哎反正爬山是真的好累啊 最后我买了个杆子 撑着我走 虽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你累还是累啊 哦给你们来 这个又有事情可以说了 我想踩了 我当时去清晨山的时候 然后我去求佛了 就是他上面有那个就是求你的姻缘的 我当时就是求了个姻缘 然后我想就是看看我未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夫婿会是什么样子 然后呢 当时你们猜我求出来的是什么 求出来的是我以后 会 嫁给一个 就是 嗯 哎他说怎么说来着 就是反正未来的家庭家境都会非常好 然后就 就是是是一个什么大吉好像 对我抽到的签是大吉 然后就说以后会很好啊那样子 瞬间就让我好期待啊 哎 对 当时就是测到了这么一个 那天就超级开心 嗯嗯 嗯唱歌了要唱歌了 好厉害 看看啊 因为你们知道吗 一段好的姻缘很重要的 也希望大家都能遇到好的人吧 就千万不要遇到什么渣男啊渣女啊什么的 因为 怎么说呢 你的婚姻就是你的第二段人生 你的家庭 你出生的家庭是你的第一人生 你自己结婚后的家庭是你的第二人生 所以这方面呢一定要对吧 謹慎再謹慎再謹慎 然后 一定要遇到好人啊 嗯嗯 我看看啊 给你们唱个什么歌呢 这样聊到了这个 那我们来一首甜甜的 没错又是这首猎人未满 幻想在哪里出来 回 为什么只和你 聊一整夜 为什么才了别 就又想见面 朋友里面 就是你最特别 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 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 为什么你的心情对我方便 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 却又不说只多难一些 又大一生恋人未满 甜蜜心烦 愉悦混乱 我们以后会变怎样 我迫不及的想知道答案 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 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 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 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 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点头 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 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 只要你说出口 你就能拥有我 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 为什么我难过只会让你安慰 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 为什么不敢面对 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 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 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 为什么不敢面对 要戴上恋人未满 甜蜜心烦 欲悦混乱 我们以后会变怎样 我迫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的 再咖啡一点点就让你牵手 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 你还等什么 时间已经不多 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 再想着一点点我就跟你走 再冲动一点点 哎哼 好 只要你说出口 拥有我 含 含 authentic 感情却到不了 爱情那么贴心 沉浸不了心底 你能不能快点决定 对我说我爱你 就让你牵手 再勇敢一点点 我就跟你走 你还难什么 时间已经不多 再下去只好去做朋友 再笑着一点点 我就会点头 再勇敢一点点 我就不闪躲 不过三个字 别犹豫这么久 只要你说出口 你就能拥有我 只要你说出口 你就能拥有我 我来试试我的普通话 嗯 变蛋像 把灯烧 变蛋宽 把灯长 变蛋像 把灯烧 等等把里点 拿的吉布苏妈妈 做四个的做四季 那小年容每个大 各种颜色的皮肤 各种颜色的头发 最丁天的说着开始流行中国话 都想你我们苦的因为翻译子文法 这几年换的他们卷的手头学 拼拼操操 拼拼操操拼操 平平做好聪明的中国人 好优美的中国话 版灯长 拼的想把的版灯上 天的不让 文的跑在版的上 版的扁 扁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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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 不让平的跑到版的上 当比的快还还会再丑啊 哥哥弟弟铺前坐 扑上有这一只鹅 扑下有这一条河 哥哥说空和的和 弟弟说白白的鹅 鹅要过河 会要动鹅 不知是哪儿独鹅 还是河独鹅 啊 是不是又来了 他怕了 不 各种颜色的头发 节哩说的念的开始就从中国话 这少年我们古典因为发音和文法 这几年换着他们全是同学 扭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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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要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杜上家倒错又买步买了不打的醋 我都看见一抓住放下不下醋 全天拒绝银河兔 贴的鹰跑的兔洒的醋 是乐布 蹄说腿蹄说嘴蹄说腿蹄说腿蹄 爱跑腿蹄说腿 暧昧嘴 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动嘴 不如是昏昏昏昏昏昏昏 到底是那赤手腿还是天说嘴 我看到 在写中 我 我 抱不起的话 越来越过几华 全世界都 在讲中 我 我 我们说的话 让世界都认真 试华 全世界都在 哎我字不强了高了啊 我们说的 话 两日 全世界都在写中国话 空腹最高 的话 原来也不计划 中国话 梦不计划 原来也不计划 全世界都在家 中国话 我们说的话 让世界都认真 听话 救命啊 你们知道吗 他们有一段是这个 什么纽顿 纽顿 配 纽约 苏珊娜 开乐间 缠风 我这中文都还没读清楚呢 我天 缠风 lunch bar 柏林间的沃夫鸡吗 这是鸡吗 应该是 洛夫港 洛夫鸡 我来查一下这个字怎么读啊 我来查一下 什么鬼 我也想知道什么鬼 这个 这个字怎么读 我来查一下 钢 阿拉斯读钢 好吧 柏林来的沃夫钢 拿图琴配置电吉他 啊 OK 好 行 明天再来唱 那个时候 我希望我的更顺一点 然后 哦 为什么这个 还弹广告呀 我的天 次次评评次评 好聪明的中国人 好优美的中国话 还有什么歌可以唱 Let me Let me see 叫我姐姐吧 走 嗯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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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是是是是是是 是从一面你微笑 到个哈欠少睡觉 现在又睡到依旧 谁还穿着外套 就算梦只听不了 我只手机拼命敲 也行把我的绝交 你不得知道 你少客气 笑在那边刷星期 黑手滴滴 我比你聪明 连爱游戏 可不是只上 谈闭还叫姐姐 看我的本领 她上座 我真的又变得像构朵 这我表示已经心动 我想走姐妹在透露 我的小门口等你十分钟 爱的假动作 等你的作弄 游戏的规则 起飞手的快乐 你的假动作 我全都识破 只是蓝的不错 被等到我出手 时常一面你微笑 打个哈欠像睡觉 现在又是哪一场 街还穿着外套 这下幕去听不到 我只手机拼命敲 有心拔用的追求 你不必知道 你少客气 笑在那边刷星期 黑小弟弟 我比你聪明 连爱游戏 可不是只上 谈闭 快叫姐姐 看我的本领 她上座 我等在右边的箱口躲着我 要是已经行动 我先走 姐妹在透露我的小门口 等你十分钟 爱的假动作 等你的作弄 游戏的规则 起翻手的快乐 你的假动作 我全都是我 只是懒得啰嗦 别等到我出手 好 i do i do 爱的家动作 爱的家动作 你都作弄 游戏的困执 起分手的快乐 你都加动作 我全都是我 只是来的辩扫 别等到我出手 的困执 起分手的快乐 你被摘了吗 我全都是跑 只是来的啰嗦 别等到我出手 时装里面你微笑 大哥哈欠想睡觉 现在又许那一招 却还趁着回头 着沙漠只听听到 我只收起屏屏敲 有心帮你指教 你不必知道 可以 又又唱错了那个监奏部分 气死我了 下次会更好哈哈哈 只能这么说了 还有什么歌可以唱 哎我的天这 别等到我出手 嗯 嗯 嗯哼哼 啊 春风吹 呸 春风吹 嗯哼 春风吹 呀吹吹入我心肺 呸啊哇哇哭了 再来一遍证明 春风吹呀吹 吹入我心肺 哼哼 说明 我我才发现我的水 没有拿进来 啊哇哼哼 春风吹 夜吹吹入我心肺 想念你的心 红红掉不脸如水 为何你 家里 我的心里有意 只能忘 这 春风的明月 月儿高 高华 晚安的像你的美 想念你的心 只是前进不许退 我说你要你 只留谁被武器 在你 在你飘 在你飘 像天上 像天上的空缺 花后月月夜 两心相爱心相遇 在这花后月月夜 要情人 完成双眉 我说你要你 这世上 这世上还有谁 这世上还有谁 可以你 这世上还有谁 想念你 想念你 我的心 嗯嗯嗯嗯嗯嗯嗯 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 能和你 鸳鸯心 水 比双双飞 啊天呐 唱的好烂啊这首 我下次会更好 哎我来找一下这个鸽子 我上次居然没有存天哪 啊 你双手 不流汗也不发抖 早晨早微笑的背后 安藏危险的轮廓 在你最放松的时候 却不带着任何感情就下手 从来不回头 开始的感觉不会痛不会痛 放大灯笼就像做梦 幸福的错觉和温暖和包容 也许还期待 这是知名的冲动 你不懂我不懂 就你下手为什么存在 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 总要怪在你三百余之外 数着心跳难待 所有念头全抛开 进来这美丽的悲哀 这是爱是爱 错让人不明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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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的完美双手 没了喊也不发抖 早就在微笑的背后 暗藏危险的轮廓 在你最放松的时候 却不带着任何感情就下手 从来不会到 开始的感觉不会痛不会痛 放弹的洞窟就像错放 幸福的错觉很温暖很保容 也许还期待 这是执念的冲动 你不懂我不懂 究竟下手为什么存在 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 所有怪在你三百米之外 要等待所有念头却爆开 锁进来进来 这美丽的悲哀 这是爱是爱 全世界不明白 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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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放松的时候 这不来着任何感情就下手 从来不会痛 该是的感觉不会痛不会痛 慢慢的能够就像做梦醒 不就错觉很温暖很不容 也许还期待 这是致命的冲动 你不懂我不懂 究竟杀手为什么存在 未知的未来 i am a follow 叫声对笑的背后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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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手 从来不会痛 分带的空空就像做梦 幸福的错觉 很温暖很包容 就是还期待 知名的窗口 你不懂我不懂 为什么存在 定位爱 还是未知的未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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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其实我都是瞎唱的 改编了一下 啊小狠的 哎还有一首什么歌呢 再唱一首歌 好吗 一句话就干出了后 城市 当北京的还是什么 我们 相反隔了一整个宇宙 再见 都化作无忧 我们说好 绝不放开想不牵的手 可像是说光有爱爱不够 走到分岔的路口 你想做我相拥 我们都倔强的不曾回头 我们说好就算分开 像做朋友 时间说我们从此不能在我 哦 人群中再次邂逅 你变得那么熟 我还是沦陷在你的眼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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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话就搬出了后 城市 是 当北京的还是什么 我们 想分隔了一整个宇宙 再见 都化作无忧 我们说好 一句了 去看 鸡水潮流 却将会成为别人的 哦 哦 哦 又到分岔的路口 你想做我相拥 我们都想忍着不曾回头 哦 我愿 说下个游户里便在温柔 爱情归火灾的时光 天白退后 我唯一欧 Ryue 欧阵无不假 沟灾了脸的酸 我曾欲去了仙敏的夜明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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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好一句老只看 岂水长流 却将会成为别人的某某 又到分岔的路口 你想走我上游 我们都曾认真不曾回头 我们说好下个永恒里 等在空头 爱情会活在到尸牌 结拜最后 下一次路的邂逅 你别再那么少 我想一直都想你的眼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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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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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哩就是那么一首 这个感动的歌曲 啊我看看啊 最后结尾再来一首甜一点的歌吧 又欢快一点的歌来结尾 那么有什么歌呢 这是什么歌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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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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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 一起约定过 一起过下个周末 你的小小情是对我来说 我也不知为何 伤口还没愈合 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 想我开着回到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的附和 要想坚定着我们的选择 是你让我的时间从大刻变成粉红色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需要你配合 爱要用心来雕刻 我是米开兰基罗 要心刻画酒醉的风格 用时间去思念 爱情有点甜 这心也不会变 爱情有点甜 已经约定过 一起过下个周末 你的小小情是对我来说 我也不知为何 伤口还没愈合 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 沙漠开出花一道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的附和 眼神确定着我们的选择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大刻变成粉红色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需要你配合 爱要紧性来雕刻 我是米开兰基罗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道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风格 你也轻轻的符号 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 好我先穿错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哪刻变成粉红色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需要你配合 爱要紧性来雕刻 或是你开兰基罗 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 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 突然有首歌想唱给你们听 但是这首歌等一下我送一下 突然猛了一下想起了这个 咳咳咳 一个眼神我什么都好 不是就是个很难的 啊这首歌好好听啊 可以我明天唱给你们听吧 今天还是我想想 唱一首 啊总军那边好吵啊拆墙吗有吗 我咋没听到啊 嗯嗯 嗯 爱到哪海里有一万分你快跑掉 你一个眼睛我什么都好 或许就是很很爱的 就是爱的 唱个恶作剧吧 甜甜的结束 因为刚刚的 刚刚的有点甜唱的太烂了我觉得 我说了 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 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 风温柔的清晰 也许漂亮好伤心 一切新鲜 有点冒险 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 没有人了解 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 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 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 我怀疑这几予只是个作举 哦 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 因为我们拥有爱 拼的勇气 我任性投入你给的作举 你给的作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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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不到很好的原因 却阻挡着一切的亲密 这感觉太记忆 我抱歉不能说明 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 接近会发生也不一定 风温柔的清晰 也时刻来好伤心 我才发现你很耀眼 请让我再瞧瞧你的双眼 没有人了解 没有人想我和陌生人的爱恋 我想我会开始想念 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 我怀疑这其余只是个恶作剧 哦哦哦 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 因为我们拥有爱情的勇气 我任性逃入你给的爱作剧 你给的爱作剧 你给的爱作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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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那么我们今天的 这个 这个这个 唱歌时间就到此结束 现在要读故事了 读完故事以后结尾再给大家唱个画皮吧 我太喜欢这首歌了 好 那么 伴奏放出来我们开始读故事啊 嗯 看看啊 哎呦天啊 好 看看啊 莫居姑娘 莫居姑娘大家应该都听过吧 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片叫做 莫居姑娘 好吧 混响关掉 ok 好 这个 看看啊 半座会有点大 好 这种欲望 与日增聚 俱增 而当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吃不到的时候 她变得非常憔悴 脸色苍白 痛苦不堪 我觉得这篇读完大家会想吃莫居耶 好 我们要开始读了喔 窝居姑娘的故事 我觉得大家 你们想听我读英文版吗 我总觉得是不是直接听中文吧 会更有意思啊 你们想听中文版吗 呗呗呗呗呗呗呐呗呗呗呗iin 想的话就发1 要是想直接听这个中文版 那就直接听2 1还是2 我好像之前是不是问过一样的问题 哇 这么多1 行行行行 为什么会想听啊 不会觉得很漫长吗 ok 那么看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man and a woman who had lawn but not open to no avail wished for a child finally the woman came to believe that the good lord would fulfill her wish through the small rear window of these people's house they could see into the splendid garden that was filled with the most beautiful flowers and herbs the garden was surrounded by a high wall and no one dared enter because it belonged to a sorcerer who possessed great power and was feared by everyone one day the woman was standing at this window and she saw a bed planted with the most beautiful Rapunzel and looked so fresh and green that she longed for some it was her greatest desire to eat some of the Rapunzel this desire increased with every day and not knowing how to get any she became miserably ill her husband was frightened and asked her what is you dear wife oh she answered if i do not get some Rapunzel from the garden behind our house i shall die the man who loved her dearly thought before you let your wife die you must get some of the Rapunzel whatever the cost so just as it was getting dark he climbed over in the high wall into the sorceress garden sorce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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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 garden Hasley dug up a handful of Rapunz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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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Rapunzel I don't know let's check it out I think this is a problem Rapunz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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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nd where is it? it tasted so very good to her that by the next day her desire for more had grown their fold if she were to have any peace the man would have to climb into the garden once again thus he set forth once again just as it was getting dark but no sooner than he had climbed over the wall than to his horror he saw the sorceress standing there before him how can you dare? how can you dare? she asked him with an angry look to climb into my garden and like to thief and to steal my Rapunzel you will pay for this oh he answered that mercy over rule justice I came to do this out of necessarily necessity my wife saw your Rapunzel from our window and such a line came over her that she would die if she did not get some to eat the sorceress's anger abated somewhat and she said if things are as you say I will allow you to take as much Rapunzel as you want but under one condition that is you must give me the child that your wife will bring to the world it will do well and I will take care of it like a mother in his sphere the man agreed to everything when the woman gave birth the sorceress appeared named the little girl Rapunzel and took her away Rapunzel became the most beautiful child under the sun when she was twelve years old the fairy locked her into the tower that stood in the forest and that had neither a door nor a stairway but only a tiny little window at very top when the sorceress wanted to enter she stood below and called out Rapunzel Rapunzel let down your hair to me Rapunzel had splendid long hair as fine as bound gold when she heard the sorceress voice she untied her braids one thumb around the window hook let her hair fall twenty yards to the ground and the sorceress climbed up climbed up it a few years later it happened that a king's son was riding through the forest as he approached to the tower he heard a song a beautiful that he stopped to listen it was Rapunzel who was passing the time by singing with her sweet voice the prince wanted to climb up to her and looked for a door in the tower but none was to be found he rode home but the song had so touched his heart that he returned to the forest every day and listened to it one time as he was thus standing behind the tree he saw the sorceress approaching and heard her say Rapunzel Rapunzel let down your hair then Rapunzel let down her strands of hair and the sorceress climbed up then to her if that is ladder into the tower then sometime I will try my luck and the next day just as it was beginning to get dark he went to the tower and called it out Rapunzel Rapunzel let down your hair the hair fell down and the prince climbed up at first Rapunzel was terribly frightened when a man such as she had never seen before came into her however the prince began talking to her in a very friendly manner telling her that if his heart had been so touched by her singing that he could have no peace until he had seen her in person then Rapunzel lost her fear and when he asked her if she would take him as her husband she thought he would rather have me than what the wood of old for a brothel she said yes and placed her hand into this into his she said I would go with you gladly but I do not know how to get down every time that you come bring a stand of silk from which I will weave a ladder when it when it finished I will climb down and you can take me away on your horse they arranged that he would come to her every evening for the old man old woman came by day okay I will read from th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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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妻子站在窗口的花园望去 看到一块菜地上长着非常漂亮的蜗居 这些蜗居绿油油水淋淋的 立刻就勾起了她的食欲 她非常想吃 这种欲望与日俱增 却也无论如何都吃不到的时候 她变得非常憔悴 脸色苍白痛苦不堪 她的丈夫吓坏了 问她亲爱的哪里不舒服呀 她说啊 我要是吃不到我们后家的那个 我们家后面的那个园子里的蜗居 我可能会死掉的 丈夫因为非常爱她便想 与其说让妻子去死 不如去给她弄点蜗居来 让她管她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黄昏时分 她翻过高高的围墙 溜进了巫女的花园 飞快地拔了一把蜗居 带回来给她吃 等一下 拔了一把蜗居 蜗居是长在地上的吗 蜗居是长在地上的吗 难以置信 是蜗居还是蜗居 还是蜗居还是蜗居 居居居居 是第几身啊 是啊 是长在地上的 OK 蜗居 啊 蜗居是什么 我怎么记得是第一身呢 查一下吧 我怎么没有发音 发音 啊是蜗居 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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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了 好 蜗居 姑娘 原来如此 然后 啊 妻子立刻把蜗居 做成沙 沙拉 然后呢 狼头虎咽地吃了下去 这蜗居的味道 可真是她爱好了 第二天 她更想吃了 为了满足妻子 丈夫只好决定 再次翻定女巫的园子 于是黄昏时分 她又偷偷地溜进了园子里 可当她从这个墙上爬下来时 就吓了一跳 因为她看到女巫就站在她的面前 你好大的胆子 她露气冲冲地说 竟敢像个贼一样 溜进我的园子里来 偷我的蜗居 你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 唉 她回答说 可怜可怜我吧 饶了我吧 我是没办法才这样做的 我的妻子从窗口看到 女园子中的蜗居 想吃的要命 吃不到就会死掉的 女巫的怒气慢慢地消了一点 她对她说 如果事情真像你说的这样 我可以让你随便踩蜗居 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把你妻子将生的孩子交给我 我会让她过得很好的 而且会像妈妈一样对待她 丈夫由于害怕 只好答应了女巫的一切条件 妻子刚刚生下孩子 女巫就来了 给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叫蜗居 然后就把她带走了 蜗居慢慢地长成了 天际下最漂亮的姑娘 孩子12岁那年 女巫就把她关进了一座高塔 你不是说你会让她过得很好吗 而且像妈妈一样对她 怎么就把她关坐了这个高塔里 这座高塔建在森林里 既没有楼梯也没有门 只是在塔顶上有一个小小的窗户 怎么这样啊 不讲道理了我天 每当女巫想进去 她就在塔下 喊叫道 蜗居蜗居 把你的头发垂下来给我 蜗居姑娘 长着一头金色般浓密的头发 我刚刚读到英文的时候我就想说来着 对对对这是长发公主 是是是 但是我一直以为长发公主跟这蜗居姑娘没啥 没啥的联系啊 没想到她们是同一个故事吗 然后一听到女巫的叫声 她便松开她的发便 把顶端绕一个窗勾上 然后放下来二十码 女巫便顺着这长发爬上去 几年后一位王子骑马穿越森林 刚好从这座塔的旁边经过 这时她听到了美妙的歌声 不由的停下来静静的听 唱歌的正是蜗居姑娘 她在寂寞中只能靠唱歌来打发时光 王子想爬到塔顶上去见她 便四处找门 可怎么也都没有找到 她回到了宫中 那耳歌声却已深深地打动了她 她每天都要骑马去森林里听一听 一天她站在一棵树后 看到女巫来了 而且她对着塔叫 蜗居蜗居把你的头发垂下来给我 蜗居姑娘立刻把她的这个头发放下来 然后女巫就顺着这个头发爬了上去 王子想 如果那就是让人爬上去的梯子 那我也可以试试我的运气 第二天傍晚她来到塔下叫道 蜗居蜗居把你的头发垂下来给我 头发立刻垂了下来 王子便顺着爬了上去 起初蜗居姑娘看到爬上来一个男人时 真的大吃一惊 因为她还没有见到过男人 这个怎么有点那么好笑呢 但是王子真的好惨哦蜗居姑娘 这女巫说话不算话的啊 还说要当妈妈一样对待呢 过分 我都要拿了 但是王子和蔼的跟她说话 说她的心已经被她的歌声所打动 一刻也无法平静 非要来见她 蜗居姑娘慢慢的不再感到害怕 而当她问她愿不愿意嫁给她时 她便想 这个人肯定会比那老巫婆喜欢我 她于是答应了 并把手给了王子 那个都有点离谱啊 你再跟人家见面 我看你就是看人家长的帅吧 说了这么多 我觉得你就是觉得人家长的帅 太久没有见过帅哥 你随便见到一个 这个对吧 王子就觉得好帅啊 然后就把自己托付过去了 太可怜了卧居姑娘 老巫婆的 真的有点太过分了 怎么把你关起来呢 真 他说我非常愿意跟你一起走 可我不知道怎么下去 你每次来的时候 给我带一根丝线吧 我要用丝线编一个梯子 等到梯子编好了我就爬下去 你就把我抱到你的马背上 不是 他是个王子啊 王子难道不可以叫些人过来 直接拿个梯子过来让你下来吗 直接拿个梯子下来 你们就下来以后赶紧骑着马就跑 就不要被女巫抓到不就好了 为什么叫整这些 还撕线 我天哪 这么文艺的吗 何必呢 感动了自己 不是很懂 因为老女巫总在白天来 所以她俩商量好 每天王子呢 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再来 女巫什么也没有发现 直到有天蜗居姑娘问她 叫母我拉你的时候 为什么总觉得 你比那个年轻的王子重得多 他可是一下子就上来了 你看光珠 为什么把这个秘密给说出来了呢 你这不是给你自己挖坑吗 唉 啊你这个坏孩子 女巫嚷道 你在说什么 我还以为你与世隔绝了呢 没想到你竟然骗了我 他怒气冲冲的一把抓住蜗居姑娘的漂亮辫子 在左手上缠了指道 又用右手抓起一把剪刀 叉叉叉 几下 美丽的辫子便落在了地上 等一下她这个头发应该很长吧 你叉叉叉几下 剪得多吗 我觉得要好几下吧 这要剪很久吧 那么 还是我有什么误解 我觉得头发要是很长的话 对吧 不好剪吧 又厚又又长的 然后呢 她就狠心的把蜗居姑娘送到一片荒野中 让她凄惨的痛苦的生活在那里 为什么女巫要这么做呀 不是很懂 就在蜗居姑娘被送走了那天晚上 女巫依旧把剪下来的辫子绑在塔顶的窗钩上 王子走来喊 蜗居蜗居把你的头发扯下来给我 她便放下了头发 王子顺着辫子爬了上去 然而她没有见到心爱的蜗居姑娘 而看到了女巫 啊哈 她嘲弄的王子说 你是来看你的心上人的吧 哈哈 这可真美丽的小鸟 不会再被窝里给你唱歌了 啊不对不对 窝里窝里 没有被 她被猫抓走了 而且猫还要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你的蜗居姑娘完蛋了 你别再想要见到她了 王子痛哭激了 绝望的从塔上跳了下去 啊 也不用对自己这么狠吧 她掉进了刺丛里 啊 哪里来的刺 虽然没有丧生 双眼却被刺扎瞎了 她漫无目的地在森林中走着 吃的是草根和浆果 每天都被失去的 失去爱人而伤心痛哭 她就这样在森林里流浪了好几年 最终 来到了蜗居姑娘受苦的荒野 此时蜗居姑娘已经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啊 等等等等我捋一捋 等一下 蜗居姑娘生了双胞胎 她她 那个 那个 啊 她跟谁啊 还是你们 啊 车车在我的脸上滑过 因为我姐姐的话来说 就是车轮在我的脸上撵过 什么鬼啊 就是 啊 而且为什么 你身为一个王子 没有人来找你吗 好奇妙啊 还流浪了好几年 哇哦 王子听到有说话的声音 而且觉得那声音很耳熟 便朝着那里走去 当她走近时 蜗居姑娘 立刻认出了她 搂住了她的脖子 哭了起来 她的两滴泪水 润湿了她的眼睛 使她们重新恢复了光明 她又能像从前一样 看东西了 哇哦 真是眼泪这么神奇的吗 她带着妻子儿女 回到了自己的王国 受到了人们 热烈的欢迎 她们幸福美满的生活着 直到永远 懂了 你们在塔里面做了 不该做的事情是吧 我举报你们 我举报你们 怪不得女巫生气呢 天哪 你 妈呀 我举报你们 怎么这样 这是童话故事吗 这小朋友听了 啊 怎么行啊 这什么东西啊 我天 细思恐极好吗 撤得好快啊 救命 啊 行行行 唱歌吧唱歌吧 我这个 让我真的心情很复杂 很复杂 啊 好 我们清唱啊清唱 来一首 来一首我们的画皮 嗯 嗯嗯嗯 看看 混响打开 嗯 绝了 嗯嗯嗯 啊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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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嗯嗯嗯 exchange loan 好 准备好了吗 我要开始清唱了 啊啊啊 嗯 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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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黑人抬棺材什么鬼 М Elav 我也知道那个梗 绝了 看看看看 3 2 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 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 一阵风一场梦 爱如生命般莫测 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 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 看桃花开树怎样的结果 看着你抱着我月光似目光寂寞 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 爱着你像心跳能触摸 画着你画不出你的骨骼 记住你的脸色是我等你的执着 你是我一生唱不完的歌 看着你抱着我 目光似月色寂寞 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 爱着你像心跳能触摸 画着你画不出你的骨骼 记住你的脸色是我的你的执着 你是我一生唱不完的歌 好嘞 那么今天呢 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读一读这个 这个大家送礼物的谢谢ID啊 好 首先谢谢H2原创音乐工作室 然后谢谢最后一次送 希望还能最后一次送 希望还能一起记得我的心白 是吗 心白西兰 然后 然后谢谢追音声追音 和荔枝少了个枝 啊呸荔枝 啊荔枝 荔枝少了一个枝 哈哈救命啊 然后还有冷酮超四万种追音 卷曲的时空追音 清醒一点点 西梦WW 阿总帮我赏ID吧 为什么都要让我赏名字啊 我也不知道 诶 然后 Tickle 羊羊 还有卫总军鼓掌 还有雨声 十亿 一只猫的happy ending 抹童亚 阿总睡个好梦 高兴LOGO 今天也又跑来看总军了 YBB 名字终于等到了阿总 呜呜 知识 是力量 不是赛曼迪的父君 不是呢 你还为什么要写 呵呵 不写了 呜呜 是楼换梦 感觉军军又晚睡了 哈哈哈 然后 萨塔无黄 两天没播 撕火 茶饭 呸呸 茶饭不撕了 我刚刚要说 两天没播 四火 茶不撕 饭不赏 夜不谋 哇哦 呵呵 这个 不好意思 只要是这个嗓子不太舒服 就 就没有来 然后追风点点黄 孤独余晖 锦铃游泳 然后 看看 锦铃游泳 GX在取微积分 然后还有创呀 阿种呀 君姐姐的一个弟弟 然后 滴滴 K037被 性别管理针对的 我男生 什么意思 随风而宁 然后 Justin 刘涛涛 谢谢你 然后还有 陷后的开始 葵生米 葵葵哟 呃 不对 葵葵欧 然后还有阿种 我叫 Cave 是吗 然后还有 心伤 醉月 阿种 小仙女的 小小迷地 塞巴 丝瓜皮 然后 墨语浮生 猫屁股王 什么鬼 好 那就这么些了 今天就读到这里 大家晚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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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不昧是吗 夜不昧 夜不昧 OK OK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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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ant